两岸府贸协议计划部分民众的反中心态 深怕未来的工作权会被剥夺 不过在此同时 也有很多民众不管在投资理财 或者是使用3C产品上 却离不开中国形成一个台湾两个事件 像是大陆的红米机在台湾两万之后 造成了秒杀热潮 而台湾的科技厂也大吃小米的订单 另外像是人民币的存款业务 一年暴增了19倍 台湾跟大陆的经济发展关系 早就逆不可分 人民币从14号开始 连续走跌五个交易中 冲破6.23对亿美元 创一年来新低 从最高到现在 蝙蝠已经超过三个百分点 已经持有人民币相关商品 或是说入股投资的投资人 我们的确是不建议因为短线出托 短线波动而出托在相对抵挡 要暂望长线 所以影响中长线的改革力多 尤其像存款这样的商品 事实上人民币目前已经在周围的国家和地区 在开始作为这个部分的储备货币 汇率的这个波幅要逐渐的放大 对于最终走向人民币的国际化 定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央行公布二月底外汇指定银行 DPU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925亿 和去年二月开放时96亿相比 一年来暴增19倍 要是加上国际金融业务分行OBU 人民币存款余额已经达到2470亿 再创新高记录 而且人民币占DPU外币总存款比重达24% 也就是说国内银行手上吸收了一堆人民币 却无法到大陆去做金融业务 原因就在服贸协议还卡在立法院 台湾大陆经济往来频繁 不止金融还有电子业 里面用了联发科的6589T的芯片 鸿海集团的组装 还用了友达AO的屏 里面的几乎每一颗芯片 都是咱台湾台积电产业打造的 高规低价的小米机系列 供货厂商就包括了许多台湾重要科技厂 去年在台湾推出不到4000元的红米机 前两批2万只被预购一空 第三批8000只只花了25秒就卖完 和小米一样打低价策略的华为手机 2013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 达到4660万只 市占率达4.8% 全球第三大 仅次于苹果和三星 今年市占率还要挑战10% 目标就锁定在人民币千元以下的 低阶智慧手机 也是需要台湾供应链 这是全球PC龙头联想推出的新款平板 台湾上市也许多有低价策略 联想全球布局 今年1月收购IBM服务企业务 2月是高达691台币的摩托罗拉并购案 当大陆企业全球化布局 台湾厂商能不能靠着地利之变 与文相通 抢先和大陆合作 如何和世界重要经济体共存 是台湾得面对的课题 TBBS新闻叫汉文 曾一平 综合报道